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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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裡面發生的任何的事情恐怕都跟你有非常大的關聯性 可是我們常常會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活在一種 一種特別的媒體的世界當中 什麼樣特別的媒體的世界裡面呢 例如說這大概就是我們常常可以看的到的 電視的畫面 上面是日本的電視台 下面是台灣的電視台 你會發現日本的電視台 簡單 清楚 容易理聊 可是台灣電視台的經驗 非常非常的複雜跟有趣 然後每天有非常多跑馬燈 從上面跑 從下面跑 從左邊跑 從右邊跑 然後記者本身又講了一大堆的話 然後下面通常會跑兩條 那如果颱風跟災難的時候他會跑三條 但是你是有兩個眼睛 可是你如果認真看他跑了哪些東西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剛剛掃的那些東西也不在這些 大量的資訊裡頭 所以台灣的電視新聞都報道什麼比較多呢 例如說這是今年二月的我網友做的新聞統計圖表 這是搞笑的 我們看到最大的紫色的這個部分 馬基歐去死 鳳飛飛死了 林書豪跟釣魚台一樣都是我們的 所以我們看到在二月份的時候 三月份的時候 台灣最大的新聞的比例 大概就是馬基歐 鳳飛飛 林書豪 而且是一波接著一波出現 我們看到另外的紫色的部分 這部分也是占了非常大的比例 即使沒有馬基歐 鳳飛飛 這個比例也很高 什麼樣的新聞非常多呢 YouTube行車紀錄器 藝人的臉書或微博 所以最近的新聞什麼最多 望中 那是因為你看伊電視跟中田吧 TVPS昨天有播只有播一條 其他台完全沒有播 那是因為你是鄉民 所以才知道望中 還好你是個鄉民 知道的比不是鄉民還要多 所以真的不要嘲笑鄉民 鄉民懂的東西 比非鄉民還要多很多 通道才是網 它會決定你看什麼 所以你無法想像 如果有一天 Seven統一了全國 Seven統一了全國 就是一樣啦 就是統一 它名字很好 Seven統一了全國 有便利商店 你可能就很難再買到全家的啦 或者什麼什麼對不對 全部都掛了 就掛了 然後光球會不會倒閉 然後它會不會趁機併購光權 有可能對不對 這個就是為什麼很多人要反望中的原因 因為整個的言論的決定權 都不是在觀眾的手上 所以你會發現望中案 其實從2009年我們就開始抗議了 那時候是惡中案 就是只有中天跟中市 一直到現在 三中 對不對 就是中家併購的案子 你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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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電視台裡面看到相關新聞的報導 即使昨天的抗議行動 學生有700多個包圍望中的大本部公司 這個是台灣的學生運動史上 第一次有這麼多人包圍單一媒體的紀錄 而且還發生一些衝突 但是除了中天跟TVPS一折 以及一電視不在有線電視系統上面之外 你其他台全部看不到 為什麼 寒慘效應 我如果報了 他會不會叫我滾 我如果報了這則新聞 如果這個望中能不爽 我想如果 明天要靠我對不對 如果他不爽會不會叫我滾 他可能沒有跟他講的是 他會怕 人都是事實物的不是嗎 對不對 每個人都要為了生存 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大家對這個社會冷漠的時候 大家對這個社會冷漠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人 畫了未來十年的台灣地圖 他會發現未來十年台灣地圖 都出現了什麼 他的記憶裡面出現 樂陽建設公司 就是知道嗎 士林王家的那個蛋子 對不對 然後這個後龍殯葬派發出 然後這個什麼華龍啊 然後旺旺都被統一台灣 阿美國牛 然後核電 等等 還有什麼梅利灣度假村 就是梅利灣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都被這些財團 或是我們都被這些大的權利者 給影響到台灣各個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其實就是活在一個 被少數人所統治的世界裡面 面對這種狀況之下 其實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有人去看民 可是有人會幹嘛 做獨立的報導 所以主流媒體不報導的東西沒關係 我們還有公民記者 所以這張圖非常有意思 這個是一個新聞事件的採訪現場 然後呢 其實有非常多的攝影機在那邊 你們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這個攝影機都很小排有沒有 然後沒有一台是主流媒體 3D、TV、PS都沒有 全部都是什麼 公民記者 這個現象已經在發生了 這個現象已經在發生了 在很多的現場當中 我們就是看到這種狀況 因為台灣財團壟斷的問題 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可是在韓國 台國有一個頻道叫做Media Act 就是媒體行動 Media Act 這個很特別是韓國 我們知道它最近這幾年 這十幾年來的文化產業發展很好 可是你不要忘記了韓國在1960年代以來 七年代以來是一個非常熱衷於社會運動的國家 而且是一個非常社會運動 非常積業的國家 所以曾經這些社會運動的朋友 他們慢慢成為社會中間之後 他們其實例如說他們的媒體 就開始有些不同思考 除了開始做一些比較娛樂的 或是一些比較賺錢的媒體之外 他們其實公共電視做的比台灣好 三千五百二十六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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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在兩個地方講的數字都會不開一下 這是你懂我的意思嗎 是一個形容詞而已 就是非常好就對了 好很多 例如說愛上女主播 有沒有大長青 就是韓國的公共電視做的 做的是具有娛樂的文化性 那沒辦法 你這樣經費是我們的三四十倍 這是真的嗎 真的 就是這樣子的 沒有沒有 這是真的 真的 那個NHK跟BBC是台灣的一百多倍 所以它可以做什麼 大和劇嘛 是 對不對 把日本的歷史做得那麼好看 那我們就是能夠做那個嘛 爸媽總很大 就是好像在聊聊天而已 沒有辦法 我們的錢大概都只有一年 政府只有給九一 所以做這樣已經很厲害了 如果把圓民台 或是什麼客家台加起來大概十十一億 實際都比人家少很多 人家都是我們數十倍上百倍的 好 那這個除了這個好之外 韓國那個Media Act還很特別 它是美國 韓國的文化部 它去弄出一個頻道 然後給社會運動團體去播他們的影片 所以他們覺得社會運動是很重要 公民運動是很重要 所以他們去鼓勵他們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在台灣其實是比較難的 喝啥 聽到